全把中央追 站在 刚来高原头晕 缺氧那种想睡觉 现在那里海拔4500 4600 你才多重啊 400公斤 房间中大概只有10米 天呐 现在人上都站不住 电话 战场上他不可能告诉你说 我今天天气好我才去打仗 我发射之后 为什么我的弹还没有吹卷 开始 加油 加油 平常多流汗 暂时才能少流血 这是实弹演练的目标阵地 发射 真只是一个大事 是实弹演练的目标阵地 我给你按钮 哈哈 我给你按钮 这不是什么 我给你按钮 你按钮 就不一定 什么 你按钮 我们这次模拟的是一个火炮战机 这是12榴弹炮 应该多重啊 四代公斤 现在的那海拔四千五 四千六 一二四 一二四 遇到这个特达发生号 缓电度大概只有十米 就是大脑特别缺氧 呼吸不上来 远程火箭炮 陆军撒手锏 塔射程远 精度高 毁伤能力强 而且机动灵活 在这些精准打击的背后 为了发挥出远程火箭炮的优异性能 官兵们却经历了很多显为人知的讨厌 这里是位于海拔四千六百米的喜马拉雅山腹地 远程多管火箭炮即将在这里进行实弹演习 这个担心的是什么呀 担心的就是这个 把他们不够细心 然后注意力不够集中 这个害怕的是什么呢 我害怕他们逃到不到 最后导致实弹射击的成绩和理想 张泽健入伍八年 是屡理公认的远火射击高手 这次他却面临不小的挑战 原来他带的七名战士都是新兵 都没有实弹发射经验 这次演习 连队将采用六门火炮 同时对六类二十个目标 实施火力打击 这意味着六门火箭炮要行动一致 任何一门炮打偏 都会影响实弹射击成绩 实弹射击进入倒计时 张泽健他们要提前出发 将火箭炮开到射击地狱 对讲机传来了班长张泽健的声音 其他班的火箭炮都开往了射击地狱 只有张泽健落在了后面 到底出了什么事呢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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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要对整个运载进行彻底的冲换 此时 实弹射击已经进入倒计时 火箭炮轮胎漏气 无法行进 这让本就顶着压力的张泽健 有些喘不过气来 张泽健明白 如果这次故障不能及时排除 很可能会影响整个班的士气 然而在海拔4600米的高原上换轮胎 对新兵们的体力却是极大的考验 现在情况是怎么样 现在情况的话 螺蛇基本上是拆掉的 现在只剩这个螺蛇把它动动 动动完之后 就开始进行对这个轮胎的拆卸就可以了 这次演习是六门骑射 其他战炮都开往了射击地狱 只有张泽健他们还留在原地 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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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 快救快救 我们最后去哪里 心态快点 三三 来我们来 我们会在规定的时间内 把它拆卸掉 然后把它回去换上 在设计之前全部完成 号车的原送车来 因为换轮胎 张泽健他们比其他战炮般 晚了半个小时抵达射击地狱 张泽健带领新兵们 还能打出好成绩吗 这场演练是超远距离射击 火箭炮的目标是报废的坦克或装甲车 六个战炮般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准备发布 准备发布 五 四 三 二 一 电话 五 三 四 三 三 三 四 五 四 六类二十个目标全部精准命中 面对实战大考 新兵们终于交出了合格的答卷 火热的练兵场上 年轻人不断挑战自己 这其中不仅有男兵还有女兵 从华武女兵转岗到女炮手 跨度有多大 他们又会遇到怎样的挑战呢 今天我们已经体现了两个小时出发 但是遇到这个特大沙沉暴 冷电度大概只有10米 内大风速是20.7米每秒 车窗外黄沙漫天 道路已经完全消失在视线中 急着跟随部队车辆 在戈壁滩上行驶了近40分钟 依然没有找到炮阵地 心中不面对刚转岗的女炮手 郭永恒 安心起来 一路摸索前进 记者终于找到了郭永恒搬走的炮车 天哪 现在人转都转不住 郭外长 我们是什么时候到达这个阵地的 早上七点多到这里的 早上过来的时候看到这种天气 心里在想到时候发射的时候要怎么办 会不会对这个弹的因素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就是一路上都比较忐忑不安吧 幾個月前 郭永恆還是一名化物兵 第一次帶領女子戰炮班打實彈 就遇到如此惡劣的沙塵天氣 她該如何應對呢 然後現在基本上 連隔壁車的炮杯 我們都不怎麼看得見了 等待得越久心裡越容易緊張 沙塵瘋狂肆虐 隔壁灘上的每一處角落 車窗外能見度極低 遠處的目標也早已消失不見 當時心裡就想了各種因素 但心裡還是比較擔心 也比較慌了 現在地面風速是多少 地面風速是11米每秒 最大風速是20.7米每秒 郭永恆擔心的是 嚴重的沙塵會影響 實彈射擊的精度 所以她要把射擊前的準備工作 做得更細 拖泡衣的時候 它吹風沙你解開了 腰繩解開了之後 它風吹進去 整個泡衣它就會吹起來 所以我們播的時候 這每一部環節就是都比較注重 一心想在實當考核中 證明自己的郭永恆 之前設想了可能出現的各種問題 不肯放過任何一個細節 等一下丟的時候 看一下下面人員 注意安全 你們兩個看的時候 往外走一點 不要靠得太近了 因為戰場上很多不確定因素 它不可能告訴你說 我今天天氣好 我才去打仗 或者是我選好哪一天日子好 我才去打仗 戰場上是沒有這樣子的 所以這種因素 我們也是要去想著去克服 第二天就要打實彈了 郭永恆能順利完成實彈大考慢 準備 3 2 1 加油 3 2 1 加油 然而就在郭永恆按下發射按鈕時 火箭彈卻沒有像預料那樣順利出堂 難道是發生了什麼意外 當時我就想 我按完這發射之後 為什麼我的彈還沒有出去 我當時心裡就慌了一下 從化武兵轉崗到炮兵 郭永恆的第一次實彈大考 就這樣以失敗結束了嗎 因為炮管比較長嘛 它可能出堂的速度 會有一定的時間 所以第一次接觸我也不了解 原來郭永恆忽略了炮彈出堂 還需要幾秒鐘的時間 他越是期待發射的瞬間 越是覺得每一秒都很漫長 太緊張了 手都發動了 我現在手都還在抖 通過回船的影像可以看到 火箭彈精準命中目標 目標區已經被完全摧毀 我覺得能挑戰成這麼大的武器 也挑戰成功了 我覺得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 然後可能對每個人來說 都會覺得很有挑戰性 頂住重重壓力 郭永恆順利完成了轉崗後的 第一次挑戰 事實上 要想成為一名合格的炮手 不僅要有過硬的技術 還要有充足的體能 尤其在缺氧的高原訓練 最考驗人的就是體力 這件事 Lehr生哥 好 到個單位 一開始什麼反應都沒有 直到 上面的班長在點名 宋海強 到 然後我就暈了 自己就倒了下去 從那之後 我被人抬上了樓 在樓上邊躺了一天 晚上睡覺也是 睡不著 就感覺頭疼 然後流鼻血 青藏高原 被稱為世界屋脊 這裡因為海拔高 空氣一樣含量低 初來乍到者 通常都會出現高原反應 剛來高原 每天感覺頭暈 缺氧那種想睡覺 一點精神都沒有 到底剛來根本跑不動 根本沒法搞 只能慢慢地適應 一天一天地去加練 才慢慢提升起來 正常情況下 空氣氧含量為21%左右 如果低於19.5% 人就會呼吸加速 感到疲勞和無力 更別說氧含量 僅為13%的血液高原 然而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 西藏軍區某炮兵旅的官兵們 正經歷著高強度訓練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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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高原炮兵的特有訓練 目的是為了讓官兵們 更好地適應高原環境 一般之分好沒有 四般之分好沒有 好 準備 開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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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比賽 戰士們將在往返100米極限衝刺後 迅速登車並蒙上眼睛操作 用時最短 食物率最低的獲勝 這不僅是體能的較量 更是技能的比拼 百米衝刺是一項挑戰身體極限的運動 在海拔4600米的高原體驗這種極限 是普通人難以承受的 那麼在極限運動之後 還要進行精確的數據結算 更是普通人難以完成的任務 大腦在嚴重缺氧的狀態下 很難集中精力思考 戰士們又該如何完成數據解算 和按鍵操作呢 當時大腦還是反應不過來的 就是要靠平時訓練養成的 肌肉記憶來完成這一系列的操作 好兵們通過長期的訓練 練就了僅憑下意識就能完成操作的技能 這也許就是高原炮兵特有的絕技 好 一 二 三 平常多流汗 暫時才能少流血 只要平常多顯點辦法 才能在戰時出現各種複雜情況 你可以及時地去應對 拐腰洞報告 拐腰洞已佔領發射陣地 拐腰洞報告 拐腰洞報告 人員已佔可以發射 完畢 三 兩 一 煙火 三 三 高原炮兵们 正是拥有这种顽强的拼劲 才会在每一次任务中发挥出色 天火 如果说对于长期在高原服役的官兵 高寒缺氧 天气恶劣 早已是习以为常的考验 那么对于第一次到高原 执行实弹演习任务的官兵来说 却是不小的挑战 地空这个地方 你们再给他们好好讲一讲强调一下 千万不要在程序上有些错误 包括误操作的这些方面 都要注意好 跟咱们的地空手 跟咱们远方的班长 再好好地交流一下 互通一下 宋奇伟是新疆军区牟旅远程火箭炮营的营长 这是他当营长以来第一次进行高原实战背景下的实弹射击 海拔五千多米 意味着人和装备都将面临巨大考验 宋奇伟也格外重视准备工作的每一个细节 刘全是宋奇伟所在的远程火箭炮营里资格最老的炮长 为了贴近实战 指挥部一直没有告知他们打击的目标 这也给刘全他们的实弹发射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远程火箭炮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发射大量火箭弹 他打击距离远杀伤威力大 所以一旦出现意外后果将不堪设想 陌生地狱目标未知天气未知 这一系列的挑战都让宋奇伟神经紧绷 他第一次带领官兵在高原打实弹 能否顶住压力完成这次射击任务呢 终于指挥部下达了宋奇伟他们需要打击的目标和距离 然而目标阵地这些牵引式火炮的炮身 都是钢铁材质 官兵们真的能把他们打得灰飞烟灭吗 最后实现到来之前 宋奇伟他们完成了火箭弹的装填 一套注意 一包注意 一方十准备 五 三 二 一 发射 随着第一发火箭弹发射成功 宋奇伟明显轻松了很多 二炮出一 二炮注意 一方十准备 一方十准备 五 四 三 二 一 发射 一 发射 射击结束后 宋奇伟充忙赶向目标阵地 他急切地想知道火箭弹有没有精准打击目标 原来完好的六门牵引式火炮 此时已经变成了残肢断体 整个目标阵地也被完全摧毁 第一次参加高原实弹演习 拳引官兵打了一场胜仗 原火阵地上官兵经历的所有困难和考验都是为了在未来的战场上一击避重 但无虚发 这段风数是 10.7米每秒 这段风数是 20.7米每秒 遇到这个特大长城报 房间都大概只有10米 现在的海拔4500 4600 就是大脑特别缺氧呼吸不上来 平常多流汗暂时才能少流血